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负责行动的是谁 张坤 你说的是寻补房的探长张坤 是 科长 我马上带人进行抓捕 不 与其逐个击破 不如一网打尽 如果你提供的消息不确实 等待你的是什么 你很清楚 我现在都到了这步田地了 除了向你们效忠 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我还欺骗你们干什么 好个掌棍 竟然隐藏得如此之深 我倒要看看 撕掉你的面具之后 也会是一副什么样子 行动组人到齐了吗 已经就位 对 但我始终觉得 袭击军火库是个不明智的决定 军令如山 况且 我们确实也需要一场胜利 来顾雾士气 炫香 梅站长那边没有什么消息吗 委会有重大行动之前 这梅站长不都是最后一个出现的吗 这次也不例外 希望我们这次行动 可以顺利完成 你今天怎么了 怎么净说一些丧气话 也许是女人的直觉吧 我看是因为小夏没在 你才会有这样的直觉吧 或许是吧 她现在不跟我们一起行动 总觉得缺少顶了什么 没棍子科长 遵照您的吩咐 不对意紧接接到位 好 今天晚上 一定要把敌人一举见面 是 我去 水月 柳叔 你帮我去喊一下彩儿 我有事跟她说 柳叔 你怎么来了 小夏 一会儿啊 你陪着彩儿出去办点事 什么事情啊 柳叔 你找我 你阿爸在吗 阿爸在佛堂呢 你过去跟你阿爸说一声 我有事跟她商量 好 柳叔 什么事情 马先生来了 要见你们两个 他现在人在哪儿 还在上次养伤的那个地方 你们俩过去一趟 家里人要是问起来的话 就说帮我去催货款了 明白 走 嗯 怎么 你现在又打起 日军军火库的主意了 这么 我这次来的目的 就是要炸掉日军的军火库 老主 经过我的调查 我发现日军的军火库 防守非常地严密 如果我们调动大量的部队 恐怕很难躲开特务的耳目 目前的时机是不合适 但是看你的样子未雨绸缪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会给敌人带来沉重的打击 对了 小夏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他虽然还没有同意加入我们 但已经经常帮助彩儿执行任务了 他现在的心思 还是放在 杀美姑子的身上 你能不能让你招待 家丑难忘 也怪不得的 是彩儿他们 马先生在里面 马先生 见到您实在是太高兴了 彩儿 喜心愿旧啊 看到我就不高兴了 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马先生难得来一趟 所以我就 老朱跟你开玩笑呢 你还当真了 小夏 感谢你帮我们取出了存款 我代表组织和前线的战士 向你表示谢意 不必客气 而且抗日救国 也是家父的遗训嘛 马先生 这次来到上海 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是 我这次来 主要是调查日军军火库的情况 现在任务也结束了 在临走之前 我还想见见你们 看他 给 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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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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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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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